二十五號晚間桃園地方臉書社團 發出公告 表示二十六號下午 一點到四點半 將在光明河濱公園人工實地 舉辦祈求死者朝神生者禍福 俗稱送肉粽的送社來儀式 還特別提醒生人物靠近 不過選在下班下課的人 朝尖峰時段舉行 引起網友抱怨表示 人最多的時段要大家避開嗎 尊重習俗 但也麻煩尊重人民作息 不過當地居民卻有不同看法 原來此橋非比橋送下的地點 是靠近好市多的南崁溪橋 附近住戶少 不會影響交通 並不是車流量眾多的南崁大橋 讓當地里長及時出面成心 整個距離點也不到百公尺 頂多也是三四分鐘 車程沒有什麼居民居住 當地里長表示儀式進行時 也會安排交管人員 要當地居民不需擔心交通大受影響 舉辦儀式是為了安撫民心 祈求當地居民平安順利 記者 流產無漢桃園報導